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伴比我小一岁 我们俩都过了七十的年纪 我担心老伴出啥事 连忙给隔壁村的小女儿打电话 小女儿带着外孙一起赶来 两人一见老伴情况不对劲 连忙将老伴扶到车上 开车带他去医院 去医院的路上 小女儿给我 另外两个女儿打了电话 主妇他们赶紧往医院赶 她年纪小 很多是不懂遇到事情 还要和他们商量 我小声问小女儿 要不要通知一下我儿媳妇 小女儿撇撇罪 妈 这些年你们见面不说话她都不喊你妈 你还指望 她像我们一样照顾你们 心疼你们吗 说不定人家打心眼力 希望你们早点走呢 听到女儿的话 我陷入沉思 我们赶到医院时 两个女儿都来了 老伴进了急诊室 我们焦急地在外面 等半小时左右 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 老伴的情况不太好 需要动手术 当然 手术有风险 如果手术恢复得好 能撑一两年左右 如果不做手术 可能撑不了半年 小女儿了解到手术费需要三万多 问我带钱了没有 我才想起来 我来得着急没有带钱 大女儿说 咱们都是出嫁的女儿 按理说这笔钱该大哥出 大哥不在家 咱们给嫂子打电话吧 二女儿给儿媳打了电话 儿媳正在家里带孙子 她接到电话后准备来医院 二女儿说 我们三个闺女都在医院 你不用来 只需要出钱就行了 儿媳得知 三个女儿都在医院 她问了关于老伴的一些情况后 气愤地说 爸去医院的时候 你们怎么没人通知我 现在手术需要花钱了 去通知我了 这不是拿我当冤大头吗 既然你们擅自把爸接到医院 那你们就自己想办法 我不管了 我再给她打电话 她要么不接 要么直接挂断 我哭着问女儿咋办 大女儿说再等等 下午 老伴已经度过了危险期 大女儿建议老伴先住院看看情况 她家里还有些事 晚上要回去 明天再考虑 要不要给老伴动手术的事 大女儿准备走 小女儿和二女儿也想走 我当时放心不下老伴 就决定留在医院陪床 让他们姊妹三个先回去休息 第二天再来 女儿们走后 我和老伴商量 女儿们日子过得不容易 如果儿媳不愿意出钱 我们自己出 老伴摇摇头 我把那五十万存了定期 明年才能取出来 这些年 咱们帮了三个闺女不少忙 现在我病了 也该他们出钱了 他们要是不出钱 这笔存款就留给你养老 第二天三个女儿都来了 他们商量过了不让老伴做手术 理由是老伴已经七十多岁了 活到这个岁数就算比颜也不亏了 再说了手术有风险 说不定老伴运气不好 下不了手术台呢 老伴也不想手术 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后 就出院了 住院期间儿媳 没有来看望老伴一次 三个女儿不满地说 嫂子真没良心 咱爸病了 她和大哥不管不问 哪有他们这样对待老人的 其实我心里对儿媳也有意见 尤其是老伴出院后 小女儿出钱 给老伴买了一张和病房里一样的床 两个女儿也给老伴买了一些平时生活 需要用的东西 我对儿媳的不满更深聊 不过没过多久 我改变了这个想法 我有三个女儿 一个儿子 儿子在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大 从小就能吃苦 勤快懂事 他七八岁的时候 就跟着老伴上山砍柴 小小的身子背着厚重的柴火 让人很心疼早起老伴去没场干活 老伴走后没意会 儿子就起床生活做饭 做好饭再喊我起床 我吃饭的时候 他就在一旁帮我照顾小女儿 小女儿体质差 小时候经常生病 我忙着照顾他 疼不出手做其他的事 所以家里的活基本上都是老伴和儿子做 我曾想着 我儿子这么优秀 将来肯定能娶一个漂亮贤惠的儿媳妇回来 可儿子十二岁时 邻居家小孩子说话口吃 村里的孩子 觉得好玩 故意说话是结结巴巴 我儿子也跟着学 我当时没在意 等我发现儿子只要一说话就口吃的时候 才发现他已经养成了习惯 别人家的孩子陆续都改掉了口吃的毛病 我儿子却迟迟改不了 我和老伴心里烦躁 只要他说话时 吞吞吐吐半天说不完整一句话 我们俩就会狠狠说他一顿 儿子也想改 可他越想改越改不掉 尤其是紧张或者生气的时候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儿子读初中时 因为口吃被同学笑话 后来许多话都憋在心里不说 儿子到了成家的年纪 因为经常干农活 风吹日晒导致他皮肤很黑 再加上他说话口吃 每次相亲都无疾而终 后来儿子相亲认识了现在的儿媳 儿媳个头不高 扫门很大说话就像吵架 我不喜欢儿媳可儿子却坚持要去趟 我想着只要儿媳勤快能干 能踏实过日子就行 可儿媳过门后不洗衣服 不做饭家里的家务活都是儿子干 我劝儿子不要这么惯着儿媳 儿媳就和我吵架 说我管得太宽 他们夫妻俩过日子 我作为婆婆不应该插手 我说不过儿媳妇 只能数了儿子 可儿子当着我的面说 他知道了以后不惯着儿媳妇 转过头 该做什么家务一概不落 农忙的时候地里的活太多 我让儿媳妇去地里帮忙 儿子心疼儿媳妇 宁愿一个人干活到一里十一二点 也舍不得让儿媳累着 儿媳生了孩子后 儿子更疼他了 我心里有气没触发 看孙子也有些不顺眼 过年时外孙和外孙女们 给我和老伴拜年 我给外孙和外孙女一人二十块钱 给孙子五块 儿媳妇知道后 当着家里人的面 把那五块钱压碎钱还给我了 自这以后 每年过年 孙子都会给我和老伴拜年 但是拜过年就走 不吃我给他的果子 也不要我的压碎钱 我想着儿媳妇没做过家务 脾气又差 将来指望他养老 是不可能了 所以我把养老的希望 都寄托在三个女儿身上 小女儿嫁到了隔壁村 大女儿和二女儿嫁到了镇上 离家都不远 小女儿离我最近 他隔三朝五就来家里串门 来的时候很少空着手 不是带一些瓜子糖果 就是一些蔬菜和牛奶 小女儿心里有我 我自然也宠着他 他想把家里的平房推倒 盖两层的小楼 我知道他手里没钱 悄悄给了他八万小女儿 他想出去打工挣钱 孩子就交给我来带 平时大女儿和二女儿 家里有事我也会出勤出力 虽然我和儿媳关系不好 但是和三个女儿关系很好 每到逢年过节家里都很热闹 我和老伴 有个头疼脑热的小毛病 只要给女儿们打电话 他们都会很上心 我感觉女儿比儿子靠谱多了 心也越来越偏向女儿 如今老伴病重 瘫痪在床 吃喝都需要人照料 三个女儿为了老伴的事 忙前忙后 我心里过意不去 就把女儿们买东西的钱 都还给他们了 照顾老伴 是个体力活 我自己一个人 照顾老伴吃力 便问女儿们怎么办 大女儿让我去前院 找儿子和儿媳商量养儿防老 现在正是儿子回报我的时候 我硬着头皮去了儿子家 敲了半天门也没人理会 隔壁邻居告诉我 儿媳的孙子得了肺炎 儿媳在医院照顾他孙子呢 一两天 应该回不来 大女儿打电话 让儿子回老家照顾老爸 儿子气得把手机关机了 傍晚儿鞋打来电话 对大女儿说 这些年你们当闺女的 花了爸妈多少钱 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你们花钱的时候 说自己是亲闺女 咱爸生病了 就说养儿防老了 怎么好事都让你们占了 你们要想让我们照顾咱爸 就把这些年花爸妈的钱拿出来 不然别指望 我们回去照顾 三个女儿不可还钱 只能商量好 他们一人照顾老伴一个月 大女儿照顾老伴第十天 就借口要出去打工 让外孙来照顾老爸 外孙只知道打游戏 玩手机 照顾老伴根本不尽心 我给大女儿打电话 大女儿说 他们一家也要生活 如果她在家里照顾老伴 难道让他们一家喝西北风吗 二女儿还算尽心 每天都来照顾老爸 只是她说话难听 每次照顾老伴时都会说 爸 你还不如早点闭眼呢 你说你这样天天躺着 吃喝都需要人伺候 这不是拖累我们吗 等我以后到了你这个年纪 我可不拖累孩子们 老伴每次听这番话都想哭 我劝二女儿少说两句 可她管不住嘴 非要念到需要小女儿照顾的时候 小女儿悄悄外出打工了 这下大女儿和二女儿都跑了 之后老伴就没人照顾 我哭着给儿子打电话 儿子于心不忍 让儿媳每天给我和老伴送饭 我以为儿媳会给我和老伴脸色看 不过她每次来送饭都没说什么 老伴偶尔说几句丧气话 儿媳反而说 既然走到这一步 就不要想太多 我肯定不会让 你们饿着动着 你只需要告诉自己 我要好好活着 多活一天就转一天 儿媳照顾了老伴三个多月 老伴去试试 我只通知了儿媳 没有给三个女儿打电话 老伴的葬礼 是儿子和儿媳操办的 儿媳没怎么哭 三个女儿倒是哭得厉害 嘴里还念叨着 我们以后再也没有爹了 换作以前 我会感动得想哭 现在看到这一幕却不想哭了 老伴走后 三个女儿偶尔会来看望我 来的时候带些吃的 喝的 大女儿在外地上班 隔三差五给我打电话 让我照顾好自己 倒是儿媳妇很少来看望我 过年时 三个女儿都要接我 去家里养老 小女儿说 如果我要是心里过意不去 我跟着哪个女儿养老 一个月就出五千块钱生活费 给这个女儿 这样我心里就好受了 我没同意 我手里有五十万的存款 我知道她们都想着这笔钱呢 我将这笔钱给了儿媳 我告诉她 以后我吃喝还有生病的钱 都从这里出 有剩余就是她的 如果我生了大病 这笔钱不够花的 就不要给我治疗 儿媳不肯收 不过我知道 眼下我只能依靠她了 如今我跟着儿媳生活 吃喝上不用愁 生病儿媳也会带我去医院 女儿得知我主动打钱给了儿媳 埋怨我老糊涂 很少来看望我 不过我不在意这么多了 开心过好眼下的日子 才是最重要的 这 就是孔阿姨的故事 危难之际 才能见真情 孔阿姨也是经历了一系列的事情 才明白儿媳这个平时不怎么说话的人 是真的值得依靠的 大家认可孔阿姨最后的做法吗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感谢观看